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說四 今天邀請到一個非常可愛的來賓 來跟我們說故事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榻榻米 我們今年三歲 那是去年11月的時候 在五谷收容所領養的 我是榻榻米媽媽 榻榻米媽媽我想要先問第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的士族來 然後帶他們寵物 都會有一些非常酷的名字 榻榻米也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榻榻米會叫榻榻米呢 首先就是大家看一下他的臉 是不是很有日本搞笑藝人的感覺 那我們那個時候也想說 好 那我們要取一個跟日本有關的名字 那也不想要使用食物的名字 不然他首先應該會改 就直接就叫一些什麼飯糰啊 沒有想要用綜藝藝人之類的 也有想過 然後我想說 好像也很適合叫一些什麼小鈴啊 什麼太郎之類的 鈴木藝他們 對 可是後來 就是剛好看到我們家的 就是鋪滿了榻榻米這樣 然後就欸 榻榻米這個名字 感覺音調也很好唸 然後唸出來 有夠特別 原來是這樣 事主們都很有創意 那時候領養榻榻米的時候 就是因為被他的外表 就是長相覺得所吸引到嗎 對 因為我自己 那個時候其實去收容所的時候 是希望能夠養一隻大概一歲左右的 然後希望是純色的貓咪 譬如說就是白色整色 黑色的 但是一到了收容所之後才發現 就跟摺偶條件一樣 永遠都不會獲得自己最想要的那個狀態 可是還是會獲得最適合你的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就是每一個籠子 大概都就是這麼大 然後所有的貓 其實差不多就是佔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後牠就 牠就是把牠整個放滿 所以牠那時候其實就這麼大了 對 牠那個時候就這麼大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就是買了一個小小的外出籠 然後想說我們就帶這外出籠 然後去收容所領養囉 然後就看了就想說 好想要這隻 可是會不會放不下 那還好 還好 之後是有放下的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Tommy的體積比一般的貓咪來的稍微大一點 那時候剛是說70公分嗎 對 牠的身長應該是大概70公分 真的好大喔 牠回家之後有沒有發生過什麼 令你難忘的事情 不管是開心的難過 或是你們出去玩什麼之類的 牠最讓我覺得意外的地方 在很多人都說貓很會記仇 因為剛帶回來的時候 就是其實身體狀況不太好 然後我就去看了獸醫 對對不對 然後看完獸醫 然後牠一回到家 牠就從外出籠這樣跳出來 然後就抖抖抖 跑到一個角落去躲著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被討厭了 可是大概15分鐘後 牠就自己就這樣慢慢走到我的那個 我坐在沙發上 牠就走到沙發旁邊 然後就摸摸的窩在那邊 然後看我 我被原諒了 然後我想說 吃心胸寬大的摸摸啊 然後另外還有一次就真的是 那個就是驚恐 我們家的就是 格局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住在三樓 但是跟二樓共用一個出入口 所以等於是門打開之後 會看到一個樓梯直接往上走 然後如果是右轉的話 就會到二樓的門口這樣 因為二樓住的住戶是 非常早出晚歸的那一種 我現在住到一年半 我其實也都還沒有看過牠 幾次的那一種 不太熟的鄰居 對對對 但牠就真的很長 不在家 然後牠的門也都是關著的 所以之前有幾次就是 開門了之後 那我確定就是樓下大門是關著的時候 我就會讓牠自己跑出來 在那個公共空間 對對對 然後牠自己就是晃一晃 但是那一次 通常牠這樣晃一晃 然後我就搖一搖撕掉 牠就會回來了 那一次就沒有回來 我想說 欸怎麼可能 門是關著的啊 然後我就走下去 然後我就看到二樓的門 是開著的 不會 進別人家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看到那個二樓的門是開著 然後 然後也沒有看到牠 我就很緊張的就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人在家嗎 不好意思 有人在家嗎 然後結果就完全沒有人回我 連牠都沒回你 連牠都沒有回我 然後說 我在家裡就是做好心理準備 然後帶著就是豆貓棒什麼東西 然後就 稍微開了門 然後因為牠是二樓 所以牠還是有一個樓梯往上 然後就看到 Tami就在 二樓的那個樓梯頂 盯著你 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說Tami 快點下來 快點下來 然後牠就 看著我一眼 很開心的 然後就走掉了 就走掉了 往人家家裡面走 對 往人家家裡面走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還有聽到水聲 所以其實那個 伯伯是在 在家裡面 喔 他人家在耶 不好意思 那個我家的貓跑進來了 不好意思 然後就 一面就這樣走上來 正當我走到樓梯頂 然後 啪 門打開 伯伯就站在門口 然後想說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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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我看起來超像小偷的 然後伯伯就 超級驚恐 然後突然 上個廁所打開門 然後發現家裡有一個陌生人 對 然後他就說 你是誰 然後立刻就 拉起就是 手邊可以看到的傑西 然後就準備就是 準備要打上頭了 我說不好意思 我是樓上的租戶 我的貓不小心 跑到你的家裡面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 伯伯就說 什麼貓 你是誰 房東姓什麼 他超氣耶 對 他超氣 而且不知道是 已經有遇過小偷還怎麼樣 還知道要問房東姓什麼 他整個覺得我在說謊這樣 然後他 我不知道 但是房東他才姓黃 那個那個 貓都在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這樣 一派其中這樣 的跑出來 真的有貓 真的有貓 對 然後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就趕快是抱著貓 然後什麼也不管 然後就 衝衝衝衝走這樣 他那時候出來的時候都還OK嗎 因為其實有些人會 擔心說領養的貓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會怎麼樣啊 有些人會有這些疑慮 其實在收容所的時候 那些志工都已經 先我們一步 好好地觀察了這些貓咪了 然後他都會先說 這隻貓是比較慢熟的貓 這隻貓比較怕生 然後他這隻 他上面就寫說 親人可摸 非常乖巧 寫了這八個字 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是 直接當天 志工就直接抱給我們說 你要不要抱抱抱看 當天就是一隻可以抱了 直接可以抱了 對對對 可以摸肚肚 可以摸肚肚 可以摸手手 可以摸手手 天使貓 沒有地雷的貓貓 那他那時候的健康狀況 他們也是都照顧得非常好了 這個就沒有 對 因為收容所我們那天看 就是二十幾隻貓 然後其實狗舍就在旁邊 所以你在裡面就是可以聽到 旁邊的狗狗在大叫的那一種 對 然後 你怎麼這麼可愛 你想回答這一題是不是 其實狀況 健康狀況都不是很好 是你說牠嗎 整個收容所的貓貓 對 像是我們有加牠的臉書 然後牠常常會說就是 現在的貓貓就是 全部都有感冒的症狀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捐一些 低粉層的 譬如說松木砂之類的 給牠們使用 或者是一些 梨胺酸給牠們使用這樣 對 我覺得是有點難免 應該是因為都聚在一起 都聚在一起 然後一隻種了就直接 全部種 就是而且牠那個時候 其實是重感冒的狀態 看到牠的時候牠就是 眼睛是流淚的 然後會打噴嚏 應該就是感冒 對對對 然後牠就是有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 讓我再多照顧三天 再帶走 就自公私慰的這樣子講的 然後我那個時候想說 這個環境再帶三天 先不要吧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養寵物本來就會遇到 生病啊 這些各式各樣的狀況 我只是先遇到了而已這樣 對然後我那個時候帶回家 其實 每天也是過著做好心理準備的樣子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慘 有這麼嚴重 對對對 他就是走到一個地方 然後就啪 趴在那邊完全不動 這麼慘 對然後就是 你重感冒的時候長什麼樣子 他就長什麼樣子 就是完全整 鼻子是不能呼吸 我每天都要幫牠把那個 塞出鼻子的東西拿出來 那你要餵藥 也要餵藥 對然後牠就是 譬如牠就是這樣子 然後躺在沙發上面 然後用嘴巴呼吸 就跟你家生病的伯伯這種感覺 那牠一開始生病這樣子 然後你 因為你一回去就遇到生病這件事情 你馬上就要餵牠藥 那因為貓咪其實很反抗說 餵藥啊這些動作 那牠有沒有 就是因為這樣子而跟你疏遠了一段時間 其實牠我在猜牠應該在受容所是非常緊繃的狀態 然後牠剛回到家的時候 也稍微有撐住 看起來都還好喔 然後大概到第二第三天的時候 就看起來突然非常病重 那時候本來想說 讓牠在家裡多熟悉一段時間 我帶牠去受醫 然後就覺得好像不等這個樣子 然後直接提去受醫 然後我就立刻決定我要一個 有輪子的外出籠 然後太重了 太重了 不要開玩笑啦 我這樣提過就提回來 然後 餵藥的話的確是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別人情緒感染 貓貓的也是 然後我就看到牠這麼害怕吃藥 然後每天都覺得 好痛苦喔 我們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 獸醫牠是有給我一個很像針筒的東西 牠就是說餵藥器 對對對 然後我 一開始就是 獸醫牠已經做了很多次 所以牠非常的熟悉 牠直接把貓的頭抬起來卡 然後就進去了 那我自己是 沒有什麼經驗 我說我做不到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每次要餵牠的時候 看到牠在那邊掙扎 我就真的覺得好痛苦喔 對 然後後來 我在網路上面看了很多影片 其實網路上面有非常非常多影片 是教導你如何讓貓貓 沒有那麼緊張的去做任何事情 然後我就有看到 如何輕鬆的餵藥 然後我看到的其中一個就是 在肉泥 就是把肉泥擠滿的藥 然後擠滿肉泥 然後餵牠這樣 然後就看到 吃肉泥 很開心的 然後就直接 自願的把嘴巴張開 然後我就把那個 放進去 然後趁牠不注意的時候 把藥推進去 成功了 成功 成功 所以這樣玩全肉泥 對 反而是牠會非常期待吃藥這件事情 期待吃藥 對 我要來境外提問一下 我們鏡頭後面的小編跟攝影師 你們家的貓願意吃藥嗎 牠還沒吃過藥 沒吃過藥 那你們家的貓咧 要用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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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同樣的方式嗎 對 就是很像是牠們那樣 用片的 沒有貓可以吃牠肉的 所以你們也是用這種方式 那大家可以跟塔米媽媽學一下這一招 好像真的蠻有用的耶 最後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問題 不管養狗養貓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我要從小開始養 媽媽為什麼願意給 就是塔塔米三歲的貓一個機會 首先是 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因為小貓嘛 牠剛從天國來 可能也離天國比較近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怕我自己照顧不著 就是疏忽到 就害了人家小生命嘛 那 陳貓的話 基本上牠的 整個器官功能都是已經長好的 那牠也是 就是牠有自己社會化的這樣子 因為有很多小貓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牠很愛撲你啊 咬你啊 其實牠是沒有經過完全社會化 牠才會有這樣子的行為 陳貓的話 那好處就是 牠的個性已經是完整成熟的了 那你就知道 你能不能夠跟這樣子的個性磨合 的相處 對 那小貓是還有成長的階段的 那另外的話 大家都覺得 從小養會跟你比較熟 但我覺得真的不是這樣 因為像 人有各式各樣的個性嘛 有的人就是比較內向的人 就是比較外向 我覺得貓也完全是這個樣子 有的貓就是內向的貓 那有的貓就是外向的貓 那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 真心的去對牠 去愛牠的話 牠一定感受得到 那只是 牠有沒有辦法活成你期望的樣子 但是你沒事去期望牠 能夠變成什麼樣幹嘛呢 牠們是獨立的個體 對對對 那你養電子肌不就好了 還蠻有道理的 對啊 對啊對啊 像有些人就是說 欸回家養了半年 都完全摸不到 那就摸不到嘛 繼續努力啊 最後想要跟觀眾朋友說一下 如果我們要養貓蜜的話 可以給陳貓多一點的機會 因為牠們的個性啊 那些成長社會化的過程 都已經有一個雛形在了 那你可以更能知道說 你要跟什麼樣的對象相處 如果今天是要養幼貓的話 牠今天還很小 牠愛玩 牠亂咬東西 牠的個性就是這麼不穩定 我身邊有朋友就是有養過 那有遇過那種 半夜一直吵牠的 如果真的有個不幸 沒辦法接受這樣狀況的人養到 那牠們真的是會有很大的機遇 會再次起養 所以希望大家在養幼貓或陳貓之前 都能夠好好思考過 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幼貓或陳貓 我們思考過後再來做決定 要不要養牠們 好我們今天謝謝他們媽媽 跟我們分享這個故事 這也是說是 是一個講人寵故事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